哈囉大家好,我是飛 最近這兩週因為疫情的緣故 所以各個學校都開始停課了 但是教育部標榜什麼? 停課不停學 所以我們身為老師就要開始思考 要怎麼解決這一波教學的狀況 但因為停課真的太臨時了 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 都還沒有做好準備 這次就是要來分享一下 在這一波遠距教學時 我們所發生的突發狀況 首先是停課當天 我們是在5月18號 週二的下午第六節課 臨時收到了停課的通知 我第五節正好有其他班級的課程 我剛上完他們班的課程 一出來 瞬間 真的隔壁班的 就開始呼一天才的 嗚嗚嗚 明天停課了 老師明天停課了 學生很開心 那老師很困擾 因為呢 真的太臨時了 第六節才通知 說明天要停課 很多老師都還沒做好準備說 欸 原來我已經要進入遠距教學 線上教學這塊 大部分老師都是沒有準備好的 那剩下三節各半都出現了這個狀況 欸欸欸欸 小黃老師小黃老師 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 欸小黃老師借我十分鐘 我講一下關於遠距教學相關的課程啊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樣一個 十分鐘 再見 再十分鐘 再見 就結束了混亂的下午三節課 真的非常混亂 大家每一科的老師都在借一些時間 來講說關於他們遠距教學的課程 可能是要在哪裡做直播教學 或是要將作業交到哪裡 每一個班級都非常的混亂 喔 真的 學生困擾 老師也很困擾 但也沒有其他辦法 因為隔天就停課了嘛 你現在不教的話 你之後去哪裡找學生啊對不對 好 這就是發生在宣布停課當天所發生的狀況 接下來我們講講宣布停課的後一天 也就是正式停課的那一天 到底出了什麼狀況吧 那停課第一天 就開始大家都開始看嘛 完蛋了 學生沒有教學怎麼辦 那因為我算是 促世面 比較常接觸關於網路這一塊 所以 我們就變成救火隊啊 來這邊給各位演示一下我們發生的狀況 欸欸欸 陳老師陳老師陳老師 怎麼了怎麼了 小黃老師怎麼了 我的學習啊找不到學生啊怎麼辦啊 陳老師 交給菲一 一切搞定 小黃老師 請你打開你的學習吧 然後呢 密一下資訊組長 跟他說 欸 你沒有學生的E-mail 資訊長 就會給你學生的E-mail啊 這樣你就可以拉學習吧 好 那這是第一個我有遇到狀況 接下來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第二遇到狀況 欸 陳老師陳老師陳老師 喔 我又遇到狀況啊 小黃老師怎麼了 小黃老師怎麼了 陳老師啊 那個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 學校信箱是哪裡啊 學生找不到啊 學生進不來啊 交給菲一切搞定 OK 小黃老師 這種時候呢 你就是要call一下資訊組長 跟他說 資訊組長 資訊組長 我沒有海淀國中的帳號啊 麻煩幫我加一下好不好 OK 那資訊組長 就會幫你創立一個海淀國中的帳號 如果你今天創過 忘記了也可以找 資訊組長幫你處理 就是那麼簡單 但是 就是那麼多狀況 可能各位 在影片起來 各位都覺得 這個狀況怎麼會出現 那不好意思 就是有一些 可能對於資訊比較不太熟悉的老師 就是會問一些這種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在第一天這次兵荒馬亂 到處處理各種問題 我真的覺得比平常上班還要累啊 因為平常上班大家都已經習慣了嘛 就是一個 台上講課 台下聽課 黑板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突然到了線上 完蛋了 不熟悉的模式 之前又沒做演練 問題多多啊 好 這是一開始狀況 這次還只是停留在學習吧 還有軍醫教學平台 講簡單點就是透過影片 做教學 或是也是教課後作業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真正最偷偷點 直播教學部分 那到了後面這兩兩天 有不少老師開始發現說 欸完蛋了 學生好像很少會認真去把 學習吧來影片看完耶 而且這波疫情感覺 好像沒有像是原本講的 5月28號 就會解除停課那麼簡單喔 感覺那個人數還是節節攀升啊 看不到終點啊 感覺停課會繼續延起啊 那看來就要開始走直播教學這一塊了 所以不少老師開始學習 關於遠距教學的方式 那我們又再次變成了救火隊 從設備的建置到Google Meet的創立 如何使用Google Classroom來做一個 課堂的整合 完全給各位老師一條龍的服務 這邊一樣也是幾個我出現的狀況 給各位看 課堂老師 那個 我看不到學生的人面怎麼辦 害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臉啊 小龍老師 那是因為 你沒有開攝像頭 你沒有把下面的那一塊攝像頭給按下去 所以你看不到自己的臉 另外 學生的臉因為你沒有開窗格 所以你也看不到啊 好 這是第一個狀況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個狀況 課堂老師 課堂老師 小龍老師怎麼了 喔 我想在人家做教學啊 結果呢 我們家的背景太亂了 而且還有小孩在那邊跑 該怎麼辦 交給菁 一切搞定 小龍老師啊 我們這邊 教你用一下 來 把Google Meet點開來 有沒有一個更換背景 給它點下去 對 給它點了之後 我們換個背景 就看不到你家後面的背景了 也不用被學生看到隱私 或是看到 你叫小孩在那邊跑啊跑啊跑 好 多好 好功能 必推薦 好 那這是第二個狀況 接下來我們再進入最後一個狀況 給各位看一下 诶诶诶诶 诶诶诶摟 诶 诶诶 诶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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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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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有状况了 诶小龙老师 怎么了吗 诶 我的 wifi 断线怎么办 诶 我的学校用 wifi 啊 你突然断线了 学生还在等我呢 交给飞 一切搞定 诶 诶 小龙老师啊 这个 我看了一下啊 看来是学校 wifi 不太稳啊 诶,陈老师,那我要怎么处理呢? 来,小龙老师,请你默默地移去你的桌顶 我帮你设定好 我这边设备,正好我还有麦克风 来,小龙老师,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只要开心点过后开始做登录 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课程了 好,那以上就是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状况 当然还有其他状况我没有讲到的 但也是一团乱啊 大部分的老师都觉得远距教学 比平常用黑板讲课难太多了 上完一堂课就觉得身心俱疲 当然我们也希望疫情快点虚幻嘛 不然这种远距教学我也觉得很累啊 不管在初期状况,点名状况 或是家里设备问题 或是其他淋漓口口,甚至是学生的眼睛 哦,眼睛很痛 一直看着那个萤幕眼睛真的很痛啊 那不管这些状况,我们都是希望说 可以快点区幻好不好 哦,老师教学也是很累的 麻烦,拜托,疫情区幻 那也希望各位 既然我们都已经 停课不停学,各位都在家了 那麻烦,就做好防疫措施 不要出门的时候还不戴口罩 变成防疫破口 同时,你准备操作的现金 目前也是三千到一万五 如果你准备好现金 又准备好可能被放在网络上公审的话 麻烦你先私讯我,钱给我 我盯你好不好 另外,疫情区幻 你学生快点回来上课 我们还希望可以帮九年级学生 办个毕业典礼呢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会有帮助 如果希望我今天的影片 麻烦帮我影片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讯我的粉丝专言 跟我进行投论 我是飞 我们下次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